今天關心臺北市幼兒園的事件延燒 現在外界追究是在前臺北市長柯文哲的任內發生 對此柯文哲今天也有最新的回應 帶你來聽 那昨天我也和那個周宇修 就是案發當時的那個社會局長 有討論這個問題 當時我們也有 因為有接到檢舉有行政調查的 這個社會局教育局 不過當時沒有抓到證據 事實上檢調也有介入 最後還是不起訴 因為也沒有足夠的證據 所以是不起訴處問 所以我們也在討論說 如果重來一遍 怎麼去做會比較好 顯然這還是有 怎麼在兩者之間 取得一個平衡的問題 因為以前去調查 我們一般去調查 也怕說大張旗鼓 會引起家長恐慌 或者是未審宣判 可是有時候也要保護這個小朋友 所以在兩個當中 應該怎麼做會比較恰當 我覺得我們還是有很多 改進的空間 事實上我也在跟黃國昌講說 這個在法律上 如果我們又要進一步修法 或去找到更好的平衡點 應該要怎麼做 好可以聽到柯文哲表示說 當時其實社會局 是有進行行政調查 但是無奈當時的證據不足 柯文哲也表示 檢調其實也有介入 但是也是因為證據不足 所以不起訴 不過柯文哲也坦言 當時的做法 確實是有改進的空間